我们今天这一堂要看诗篇第二十二篇 弥赛亚的诗歌有很多 我挑了这一首 我们希望能够有所思想 第一节 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 不听我哀哼的言语 而我们先要想一想 跟这段经文有关 跟诗篇有关 跟我们整个读圣经的态度有关的 或者跟我们生活都有关的 就是这个我是谁 我是谁 这应该不成问题 我就是作者嘛 我的确是作者 但是在圣经里面 尤其是像这一类的弥赛亚诗歌里面 我们就可以多想一点了 我是作者 所以如果我们照那个标题来看的话 这个我就是大卫 就是作者 但是我们又知道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圣经是圣灵末世写的 所以整本圣经每个字的作者 包括魔鬼所讲的话 每个字都是圣灵写的 那么这有一点复杂 不过我们说这个话 只不过是要肯定圣经的权威 圣经的作者 我是那个人的作者 大卫 也是圣灵 那么当我们进到弥赛亚的诗歌的时候 就又再复杂一点了 那个我 就不只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 也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 就是圣子 因为我们知道 这句话 以及圣经里面很多的话 旧约里面很多的话 只不过弥赛亚诗歌里特别多 那个我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 所以我是大卫 是作者 我是圣灵 我是圣子 那么还有没有 可以就停在这里吗 不能停在这里 就某个意义来讲 如果不进到第四点的话 我们完全没有了解圣经或者诗篇 诗篇里面包括这一篇 这个我 不只是作者 也是读者 这一篇 我们马上希望能体会 下一篇你就更能体会了 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 我们都熟悉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们从来在念这篇诗篇 背这篇诗篇 唱这篇诗篇 说这篇诗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 我们大概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耶和华是我康来昌的牧者 就是圣经里面 包括弥赛亚的诗歌里面 我们常常需要读到一件事 就是我们教主日学都会教的 讲道也会讲的 就这个是 这段经文 跟我有什么关系 耶和华是大卫的牧者 很好啊 耶和华是不是我的牧者 我们觉得这个部分很重要 我们是一个活生生的基督徒 我们就必须让神的话 在我们生活中成为真实 只是这些应用要稍微小心一点 哪些时候可以用在我们身上 哪些时候不宜用在我们身上 如果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有的时候 那个我又会扩大到我们 就是包括在诗篇里面 包括在诗篇二十二篇 第一节说我的神 然后第四节 我们的祖宗 作者有我 作者有我们 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这些reader 我们这些读者 有反应 我们的反应 不只是个人的经验 很多时候 是必须是教会的经验 是整个以色列的经验 我们一起在基督里 同享福气 同受苦难 同被定罪 同得洁净 个人跟主的关系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如果我们跟个人 跟主有美好的关系 我们也一定会想到 其他的弟兄姐妹 也是肢体 这个我每次都会提一下 在圣餐的时候 保罗 在哥林多前书 讲这句话 你们 吃着饼 喝着杯 若不分辨 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我们通常都会想到 我们在吃喝 那个饼杯的时候 要对饼杯的成分 那是主的身体 不管是什么意义的 主的身体 主的血 那是真实的 好 我们通常注意这一点 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讨论 可是保罗在那里的意思 绝不只是指着 那个饼和杯 就某个意义来讲 是耶稣的身体 耶稣的血 保罗也在说 你们吃喝的时候 要分辨 要清楚 要确定 要知道 吃喝的人 都是主的身体 因此我们在吃喝的时候 圣餐的时候 不只是我跟主耶稣 奇妙的关系 很感动 甚至不只是我跟主耶稣 过去的关系 祂为我的罪而死了 让我痛哭流涕 热泪满筐 也让我很欢喜快乐 在吃喝的时候 等候祂的再来 也不只是我个人的 现在过去将来 也是弟兄姐妹 一起的现在过去将来 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 包括看弥赛亚诗歌的时候 包括在看这一段诗歌的时候 记得那个我 是大卫 有历史的意义 是圣灵 有神的权威 是圣子 有上帝的爱 是读者 是我 有亲切的交通 是教会 是所有的神的儿女 我的神 我们信靠的神 耶和华 三位一体的真神 祂是神 祂伟大 祂自大 这个世界还没有 诸三位成造成 地域世界 你没有造成 你从亘古到永远 你是神 你在我们人 不能理解 但是勉强用话语来表达的 你在时间空间都还没有的时候 你就是神 我们想象不了这种事 但是我们相信 从永远到永远 你是神 你伟大 你不需要我们 这个世界没有 我们没有 教会没有 那个时候 所谓的时候 你就是神 三位一体的真神 永远自给自足 互信互爱 美好无比 但是因着我们不理解的理由 照神学讲法 就是上帝的爱 祂决定要创造一个世界 祂决定要创造你我 而且祂决定要拯救你我 也就是说 祂不只是独一的真神 祂要成为我们的神 就是祂希望跟我们这弱小的 无用的 祂不需要的 得罪他 惹他怒气的 或者根本是有千万天使 比我们更好的 祂希望跟我们有约的关系 我们跟神有约的关系 祂要做我们的神 我们要做祂的子民 于是祂拣选了以色列 祂拣选了我们这些基督徒 我们以祂为神 我们非常有福 是世人 是罪人 没有的福气 神打开了我们的眼睛 打开了我们的心 让我们认识祂 看到祂 他丰丰满满满有恩典 有真理 也看到 而且继续看到 我们何等的贫穷可怜 如果我们没有他 我们何等贫穷可怜 甚至是虚空的 而如果我们有他 我们是多么的丰富 不要把这些话 当作属灵的美词 这是真实的 愿每个人 包括我这座牧师的 任何一个时候 常常看到 时时看到 我们如果没有主的 空虚和败坏 人所有的罪恶 个人和团体的罪恶 教会和以色列的罪恶 都是觉得不大需要神了 忘记神了 你还不必恨神 你还不必抵挡神 当我们慢慢忘记神的时候 就很不好了 我们求主让我们始终知道 神是我的神 是我们的神 是跟我们立约的 是永远爱我们的 是白白地爱我们的 是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的 是创造我们 是拯救我们 神差他的儿子来 是要救我们的 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中救出来 这是天使对约瑟讲的话 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把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中救出来 这个神是我们的救主 这个神也是我们的王 在马太福音讲到 耶稣降生的事的时候 除了我刚才引的天使 对约瑟说 他要把他的百姓 从罪恶中救出来 耶稣来到人间 是拯救我们的 另外一方面 就没有提到救字了 耶稣来救我们 我们到耶稣那里去干嘛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 讲到一个字 我们到耶稣那里 敬拜他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 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 要来拜他 西律也要骗这个 虽然是骗 但他也这样讲 这群博士说 你们找到那个小孩子 就告诉我 我也好去拜他 他们到了 那个小孩子在的房子里 他们就看到 玛利亚和那婴孩 圣经写得很妙 看到婴孩和玛利亚 他们就拜那婴孩 没有拜玛利亚 拜 献上黄金鲁香末药 我们的神是来救我们的 我们到他那里去 是敬拜他 是奉献 是侍奉 是爱他 等等 我们跟他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但是这一篇诗篇里面 居然一开始就讲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就我所知道这篇诗篇 在这几十年 最熟悉的句子 最常听见的句子 是第三节 下半句 你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你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以教会的赞美为宝座 让我们赞美他 感谢他 因为他创造拯救 作为奇妙 可是 我们常常忽略的第一节是 神离弃我们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有这句话在 而且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 所以这是有名的弥赛亚的诗篇 为什么远离 不救我 不听我哀哼的言语 我们如果看 各位回想到我一开始讲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先想这是谁写的 应该有好几个作者 这是大卫写的 这是圣灵写的 这是耶稣的话 这是读者的话 这是读者群的话 五个 我们想到 大卫 那这经文就非常好了解 大卫 以耶和华为他的神 这一点我们也 顺便说一下 我们很看重 我们福音派 尤其我们华人 通常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我们很看重你什么时候重生得救的 你什么时候信靠耶稣的 这个我想很重要 很好 但是也不必太强调 你在圣经里面 特别是在旧约的时候 你几乎没有看到哪一个人 原来不认识主 然后在一场布道会里面被感动了 或者看了好消息频道 被感动了 觉知已经耶稣了 好像没有一个 从不信到信的转变 好像就是圣经上很多 包括这一篇诗篇里面讲 我从出母腹 你就是我的神 甚至我在母腹里 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 就我们的想法 有的时候要超越我们自己的经验 神拯救那些在母腹中的人 神拯救那些还是婴孩和吃奶的 当然这如果继续讲下去 就会跟婴儿喜有关 我们不去讲那么多了 我们要强调的就是 这是一个从小就认识上帝的人 这是一个从小就被上帝拣选的人 他很爱上帝 大卫在预备 建殿的材料的时候 他跟百姓说 我爱我的神 圣经有讲神爱我们 有讲神爱拉撒路 马大 玛利亚 有讲神爱那个 耶稣爱那个少年观 有讲 神爱 所罗门 那么我们感谢主 所罗门好像并不怎么爱上帝 但大卫很爱上帝 他爱上帝 但是他又被主丢弃的时候 或者说他觉得他被主丢弃了 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我 不听我哀恨的言语 各位不必太分析 虽然我在讲道的时候 我必须这样分析 关于大卫的心情经历 这大概是什么时候写的 我们不一定确定 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末世 写出来的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谁呢 也有人会说 这就是第五种读者 就是整个的以色列 以色列也有被主抛弃的时候 我要说的 跟我们很有关系 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如果你说 从来没有 我是非常的担心 你从来不觉得被主抛弃 我应该很为你高兴才对 哇 你跟主关系这么好啊 但是我很担心 因为跟主关系好的人 从来没有被主抛弃的人 一定有过被主抛弃的感觉 主不会抛弃我们的 主永远爱我们 任何事情 任何时候 任何遭遇都爱我们 但是我们会感觉 他抛弃我们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 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神不仅是抛弃耶稣 最远离耶稣 事实上照以赛亚书讲的 他击打他 耶和华鞭伤他 耶和华 把愤怒交在他的身上 不只是离弃 是愤怒 那么我们会经历这些事 有的时候 像大卫晚年 或者是比较后期的逃亡 他被他儿子追杀的时候 大卫的被神抛弃 或者孤单 或者寂寞 或者害怕 或者恐惧 或者祈求 好像都没有果效的时候 你大概可以说 这跟他的罪有关系 或者说他遭遇这些 是神对他的惩罚 但是他在早期的时候 他的逃亡 他的可怜 他的如上家之犬 他没有人帮助他 那是扫罗的罪 不是他的罪 各位不必太去分析 你生活中现在 遭遇的横溺 是你犯罪 还是谁犯罪 我说不必太 因为圣经没有叫我们 太去反省 到底我在哪件事上做错了 这个是一个好的 儒家的信徒会做的 无日三省无身 我们想 刚才出门的时候摔了一跤 是因为我做错什么事 各位 不必太反省这些事 多思想神的慈爱和怜悯 我说的是太 不是说不要 我不知道怎么样表达得最清楚 不过我们要表达的就是 这句话是耶稣说的 是大卫说的 也是我们会说的 我们需要知道 不管是我们犯罪 是别人犯罪 在生活中 这位永远爱我们 长相左右 不离开我们的主 在每件事上带领我们的主 会有让我们感觉被抛弃的时候 会有的 如果你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恐怕是你从来没有亲近过他 你不知道什么叫被抛弃 我们有艰难的时候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子女 我们的父母 我们自己的身体 常常常会有 让我们觉得 让我们觉得 主啊 你为什么不理我 不但不理我 而且越走越远 不但越走越远 还越来越对我愤怒 我很可怜 你要救我 我白日呼求你 你不应 夜间呼求 并不住身 他没有停过 当然这里面很多都是文学的表达 但是应该也是正确地表达了一个 属神的人 在孤单寂寞 难过 痛苦的时候 向上帝的呼求 各位 这就是我们要学的了 这就是耶稣的拯救中也写出来的榜样 当神不理你的时候 或者你觉得神不理你的时候 不管是你犯罪了 或者是别人犯罪了 当你莫名其妙 或者有原因受到这样那样打击的时候 而神是沉默的 好像远藤周作写的那个书的名字 沉默 神没有反应 神不理你 或者事实上用诗篇22篇 或者是以赛亚书讲的 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 我们怎么办 各位 就要像耶稣一样 就要像大卫一样 就要像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一样 求主帮助我们 你不理我 我可是不停止向你呼求 各位 神不会不理你的 求主帮助你 千万不要不理上帝 大卫的了不起 或者作者的了不起 或者耶稣的了不起 就是在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远离我的时候 他继续呼求神 我们继续信下去 我们的神 你继续白日黑夜都呼求 继续甚至颂赞赞美他 甚至想到过去的往事 我们的祖宗 依靠你 他们依靠你 你便解救他们 他们哀求你 便蒙解救他们 依靠你就不羞愧 你这样带领他们 那样带领他们 我们也听过 以前的事 好像积淀碰到 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 耶和华使者说 大能的勇士啊 我问你的 耶和华与你同在了 积淀一盆冷水交回去 耶和华与我同在 与我们同在 我们今天怎么这么惨 这个人很有guts 我们怎么会这样 耶和华的使者 也很有guts 他不回答 你们为什么遇到这样 我才不告诉你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 你现在要做什么 耶和华要用你来救以色列人 好 不管我们是不是 当我们碰到艰难困苦 一帆风顺 任何一个时候 让我们都 向神呼求 赞美他 感谢他 求告他 也许不一定是很激情的 但是一定是真实的 一定是有圣灵 在我们心中 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 对他说 你是圣洁的 我赞美你 我记得我们的祖宗 我们的教会 我们碰到这些困难 我们有好的神学 希望有 希望圣灵帮助我们 在艰难的时候 仍然向他呼求 诉说 神如何恩待教会 但是我们也始终不会忘记 因为我们是人 你曾经做过那么多伟大的事 甚至我们也会说 你曾经在我的生活中 做过多伟大的事 我的婚姻 我的家庭 我的身体 我的儿女 父母 出过多大的问题 你救了我 即使这样 现在 现在你不离我 第六节 但我是从不是人 被众人羞辱 被表性藐视 凡看见我的都痴笑 我 他们 撇嘴摇头说 他把自己交托 耶和华 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耶和华既喜悦他 可以搭救他吧 各位也许知道 这一段话 也是在新约圣经 描述十字架底下的状况 所以 这是弥赛亚的诗歌 也是攻击弥赛亚的诗歌 那些在十字架底下 摇头撇嘴地说 耶稣说 你是神的儿子 你从十字架下来 你是神的儿子 现在可以显出 神如何地帮助你 耶和华喜悦你 就搭救你吧 人不住地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 不是侮辱我们的神 就是侮辱我们 常常是两个一起侮辱 我也只能劝各位 虽然这非常困难 未受逼迫的有福了 我是不能这样讲 但是每次有人 哭哭啼啼地受委屈的时候 到我面前讲很多理由 我应该同情的时候 我都几乎要蹦出一句话 姐妹通常都是女的 恭喜你啊 不是我恭喜你 耶稣说的 若有人为我侮辱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哭哭啼啼 应当泪流满面 应当欢喜快乐 你要笑 当然我知道笑不出来了 我们诚实地 把我们的心情跟主讲 凭着信心 我是从 这是以色列人自称的 你这从雅各 不要怕 我们在神的面前 是形同无有 再伟大的也是没有 如果不是神说有 我们不会有 如果不是神用 他全能力命 拖住我们 我们不能被拖住 但是他爱我们 他恩待我们 我们跟他立约 我们有被别弃的时候 我们有像大卫一样 一个纯洁的孩子 当他那时候 真是很纯洁 用天使之音 在扫罗面前唱歌 安慰他 让他能够睡觉 又为他打仗 能够杀敌 却引起扫罗的嫉妒 大卫跟扫罗 情同父子 如同他跟约洁 情同兄弟 他痛苦 扫罗抵挡他 也有一些人 我们通常忽略了 在大卫 那个生平里面 扫罗追杀他的时候 大卫有一次说 如果有人挑拨离间 要你攻击我 愿什么什么什么 有 有一个以动人 就是这样 我们有的时候 真的希望神 替我们伸冤 神没有伸冤 神继续让我们 听见别人讥笑的话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怎么会在十字架上呢 神可以救你吧 你把自己交托耶和华 可以救你吧 当然你是叫我出母腹的 我在母怀里 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 这句话也求主帮助我们 也许有一些文学上的描述 但是应该也是真实的 施洗约翰在母腹中 就会因着问安的话 跳动 所以 小孩子可以认识神的 神使我们有依靠的心 我说这话 要有很大的信心 尤其去教那个柚子班的 那个调皮捣蛋的 这都是小魔鬼嘛 哪里是依靠上帝的 我从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 出母胎 接这个baby的手 不是助产式的 是耶和华的 从我母亲生我 你就是我的神 这句话 让我想到启示录里面 那个像皇后一样的妇人 生产 生的时候 那只龙就在等候 孩子生下来 就要把他吞吃 生下来以后 真是好恐怖 我自己在想 各位姐妹 你能想象这一副吗 你在产房 痛死了 终于小孩要生出来了 头出来了 身体出来了 全身都快要出来了 你突然看到 在墙角 有一只狮子 虎视眈眈的盯着那个baby 准备一出来就把他吃掉 你怎么办 又收不回去了 当我们传福音 当我们自己成为一个 先生而生下来的时候 是在母腹中 神就保守我们 但是在母腹中 魔鬼也开始攻击我们 雅各和他哥哥 在母腹中就相争 我们教会 有一对夫妻先生 还是妇产科医生 太太生孩子 有一次就是一个孩子 期待绕境 那是母亲的期待 怎么会绕到 最爱的儿子的身上 这是一个意外 问题是我们基督徒 不觉得有意外 这些事情都是 我们没有办法回答的 或者说我们不知道 怎么说才能安慰人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答案 神在我们做baby的时候 就跟我们同在 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叫我出母腹 你看到没有 他在交织着 我觉得非常诚实的话 一方面 神又真又活 又好又能 又爱又智 好得不得了 一方面 我们又惊艳到 好多的痛苦 而神好像没有做什么事 十一节 求你不要远离我 因为极难临近了 没有人帮助我 这一句经文 求你不要远离我 因为极难临近了 没有人帮助我 你要想到 想到一个场景 仇敌越走越近了 好像Jurassic Park里面 那只暴龙越走越近了 而手里有机关枪的人 越走越远了 你在那里说 不要走 不要走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不要走 你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吗 他越走越远 Charlotte Brantin写的《简爱》 当那个新娘子发现 他这一辈子最爱她 唯一爱她的 她的新郎 在结婚典礼的时候发现 她新郎已经有一个太太了 而且住在家里 她的世界崩溃了 Brontin用的经文就是这个 求你不要远离我 极难临近了 C.S. Lewis说 有的时候 他在那个A grave observe里面 讲到我们的艰难的时候 他说我在外面敲门 C.S. Lewis写那个 可能跟天路历程有关 天路历程讲到说 基督徒逃难 逃到那个 逃到基督的堡垒的时候 敲门 基督很快就来开门了 可是C.S. Lewis说 他敲门 没有回答 有脚步声来了 来了 听到里面 有人把那个锁再上起来 然后再走掉 哎呀 好难过 然后 敌人来了 危机来了 有许多公牛围绕我 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 它们向我张口好像抓 撕吼叫的狮子 我如水被倒出来 我的骨头都脱了结 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辣消化 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 我的舌头贴在牙床上 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它到任何一个时候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信心 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信仰 你将我安置 你将我安置在死地 各位 魔鬼是有的 魔鬼是可怕的 但在圣经里面 魔鬼的分量 远远没有我们一般想的那么重 可怕的是 魔鬼常常造成 但是 魔鬼不重要 你甚至可以忽略它 可怕不幸的灾难 包括约伯碰到的 是上帝允许的 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要我定义将它压伤 犬类围着我 二党环绕我 他们扎了我的手 我的脚 我的骨头 我都能数过 他们瞪着眼看我 他们分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仪研究 这又是十字架的那一幕 耶和华 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救主 求你快来帮助我 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 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 救我脱离狮子的口 你已经应用我 使我脱离野牛的脚 我 大卫 啊 感谢主 大卫是脱离了 不管是扫罗 或者其他的叛逆 他脱离了 我们还可以想到很多 以色列和教会的 先圣先贤 他们也碰到艰难 他们有的 就身体来讲 不一定脱离了 各位 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到底我们的身体 会经历多少的痛苦 艰难 这个对不起 也不太重要 我们的灵魂永远平安就好了 我们的灵魂 在我们在世 有这个肉体的时候 终究还是归向主 那我们就有永远的平安 我们当然也希望身体平安 但是那不一定有 诗人就写他呼求神 在很多的艰难中呼求神 好像有一个很drastic 很戏剧性的转变 到二十二节就变好了 灾难就没有了 二十二节 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 在会中我要赞美你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 雅各的后裔都要赞美他 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 因为他没有藐视 憎恶受苦的人 也没有向他湮灭 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 他就垂听 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 是从你而来的 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 还我的愿 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 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 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 地的四级都要响应耶和华 并且归顺他 列国的万民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 他是管理万国的 地上一切丰飞的人 必吃喝而敬拜 凡下到尘土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 都要在他面前下拜 好像有一个很剧烈的转变 前面二十一节都是艰难困苦 神不理 到二十二节开始 敬拜赞美 感谢 危机好像度过了 就大卫的生平 雅各的生平 摩西的生平 以色列教会 历史历代常常碰到 而现在还在碰到的 我们相信这是真的 神一定会保守他的儿女 我们会经历多少艰难 不知道 希望越少越好 我们会经历多少平顺 不知道越多越好 但是我们要保有一颗 对上帝的信心 仰望他 大卫碰得克服了 还有很多人也都克服了 度过了困难 不过如果这段经文 不要忘记是弥赛亚的诗歌 弥赛亚的诗篇 这个转变在哪里 二十一节以后是什么 二十二节和二十一节中间是什么 各位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 二十一节的结束 就是弥赛亚的死 死了 没有救 二十二节应该是复活 如果你熟悉的话知道 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 这句话 耶稣复活以后 跟妇女讲了 去告诉我的门徒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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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不是说告诉我的门徒 去告诉我的弟兄 我复活了 要在哪里等我 在加利利等我 我们开始传福音了 虽然正式的 有力的传 是五旬节以后 但是耶稣复活之后 已经开始经历 门徒经历复活的大人 他在路上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看到耶稣剥饼的时候 他们就认出他来了 这是那个为我们剥开的主 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 我们就开始 在二十二节以后 我们就开始教会 一直到今天都在做的事情 他必有第三十节 他必有后衣侍奉他 主所行的事 必传于后代 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 传给将要生的名 也明这事是他所行的 各位 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 我们是他的后衣 我们是他儿女的儿女 我们在传扬这个福音 我们在告诉这世界上 包括在这里 包括这个地方 这么繁华 牧师也跟我讲 有一些隐忧 这么繁华的地方 这么多年轻人的地方 这么多红蓝绿绿的地方 也有这么多的毒品 这么多的帮派 各位 你们有责任 在这个地方 把上帝的恩典传开 但是要传主的福音 传开主的恩典 恐怕主的仆人 必须要经历 不是恐怕 一定要经历 一到二十一节 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和磨炼 主给教会的恩典和磨炼 如果连耶稣都经历过 我们怎么能不经历 如果耶稣都经历 这么痛苦无辜的事 比大卫要无辜多了 痛苦多了 他取了奴仆的形象 他死像罪人一样死 当主耶稣经历 这么多的冤枉委屈的时候 他仍然是说 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我们也呼喊 我们也祈求 我们求神挪去 但是我们依靠他到底 我们依靠他到底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我们祷告 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 求主加添你的教会信心 加添你儿女信心 主啊 何等的宝贵 我们能够看到你是主 何等的宝贵 你奇妙的救恩 主我们真是感谢你 越多的人路过教会 越多的人路过教会而不入 不屑到教会来听到 我们求你让我们越珍惜这个恩典 是被你拣选的人 耳朵被打开 眼睛被打开 才看到这恩典的宝贵 主啊 继续常常恩待我们 使我们的眼睛 不是只有惊鸿一瞥的闪亮过 让我们继续能看到你的荣耀美好 继续吸引我们 使我们快跑跟随主 继续开我们的耳朵 使我们不会为你的言语觉得厌烦 困惑 而会主动地说 请说仆人静听 请说你的话使我得力量 像但一里说过的 求主恩待 让蒙恩的人继续的蒙恩 越来越丰富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